随着苏贞昌下台几乎是已经定局 前副总统陈建仁 目前接任格魁的呼声最高 再加上15号民进党党主席投票 赖金德笃定当选的情况之下 立委江启成说 这个投票结束之后 将要进入的是两个副总统的竞争 江启成认为 如果民众对于市政不满意 不就应该要由苏贞昌负责吗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民代压力也很大 表面上也许都说苏贞昌做得不错 但私底下一定也希望他赶快走 而这次的苏贞昌的下台 来自党内的压力 绝对是比外部的压力还要更大的 好我们看到迎在2024总统大选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被视为是国民党内最强棒 而党前主席洪秀柱说 如果侯友宜有选 当然要自己勇于表态 民主时代没有所谓的黄袍加深 一定要万民爱戴拱出来 对此侯友宜今天说了 现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现在是新北市长 他守着本分努力的做事 我现在还是新北市的市长 既然是新北市的市长 就像我今天在看三鹰大桥 即将完工 这是我的工作跟本分 所以守着本分努力的做事 这是我现阶段最重要的喜序 我们期待大家 你我在不同的角色上 担任好自己的位置 好好的往前走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